OdioJungl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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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据说新闻爆出后李小璐在后台嚎啕大哭博取同行 直到两人上台的前一刻才秒变笑脸 简直让人叹为观止 从16岁就夺的鸡马影后的李小璐的演技不用说 相比之下贾乃亮的状态就没有那么好了 舞台上的两人虽然紧力配合完成演出 但是有些异常还是被观众们发现了 以往两人在舞台上几乎都是全程牵手 那叫一个田啊 现在给人的感觉完全是旅行公事版的音符 贾乃亮没有了以往的那种生气蓬勃 夫妻两的互动也显得有些不自然 贾乃亮还主动松开了李小璐的手 Aftigo 等于 W-I-N-D-O-W-A-D-S-B-Y-G-O-O-G-L-E Bush 李小璐的演技也是确实好 在舞台上 竞歌热舞的完全看不出异常 其实贾乃亮的力不从心完全可以理解 毕竟明星也是人 我们普通人遇到这种事也淡定不下来 看得出贾乃亮一直紧力做到和平时无异 真的太难为他了 贾乃亮宠妻那是出了名的 到头来让人心疼的落泪 虽然我们都是旁观者 但是夫妻间的珍惜和放纵孩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事到如今 我们也只能希望他能度过这道坎 也希望可爱的小甜心不要受到伤害 快乐的长大 来源 开心的萌萌